上世纪90年代初期 蒋勋第一次来到吴歌窟 他看到被地雷乍伤的 行起的孩子 和高高在上的淡淡的微笑 在这微笑里 有一种奇特的哀愁 他说 我们在其他的地方 很少能看到 一个文明的建筑被遗弃 被植物 被自然 也被岁月毁坏的过程 其表现出的 令人惊叹的力量和美丽 想到荣格说 美不是存在 美是消失的状态 在无限的时间中 任何繁华 都是一个消失的过程 在吴歌的历史上 有两个外国人功不可没 一个是中国人周达官 另外一个是法国人亨利木奥 这个叫做周达官的温州人 生平不见在于史册 但他留下了一本 真辣风土记 真辣也就是柬埔寨的古称 书中记载 元朝的使团 在1296年来到先例 并在此生活一年的见闻 中国古籍的记载 成了世界学者吴歌研究的必读 周达官的文字 是19世纪法国人 认识吴歌的有力根据 法国人首先挑选了 真辣风土记 两次翻译成法语 柬埔寨后来成为 法国殖民地周达官的文字 可能充当了资料 新封的角色 周达官不过是元朝使节团中的 一个随从罢了 但他却是唯一一个 在吴歌城还活着的时候 就到了那里 并留下文字记录的人 又过了五个多世纪 1861年 法国生物学家 兼自费旅友亨利·穆奥来到这里 这个热衷于旅行探险的青年 30岁就游遍了欧洲和俄罗斯 这次他的收获惊人 在人际罕至的密林深处 考察热带动植物的时候 他无意中撞见了 灰红的古代宗教建筑群 这时候的吴歌 已经在繁茂的森林中 淹没了五个世纪 他一边感慨一边疑问 这些建筑可以和我们 最美丽的建筑相比 比罗马和希腊的庙宇更为壮观 建造这座城池的文明 必定是发达的 是什么人建造的呢 当地人说这是天使 或者巨人建造的城池 或者是由魔法的国王建造的 有图有真相 木奥跟他的前任相比 有着更为优美的文笔 和绘图的天赋 他留下了比例极为精准的 吴歌手绘图稿 说服世人 这一切并不是天方夜谭 辛苦的研究工作 和恶劣的气候环境 35岁的木奥 再见到吴歌之后的 九个月死于热病 死在了雨季的他乡 他的仆人兼同伴 当地人福瑞安葬了他 并把他的所有遗物 运出森林 搬上轮船送回欧洲 木奥收集的动物标本 在运输过程中丢失了 但是这本日记 却安全到达了家乡 在夕阳之下仰望吴歌 不知道应该顶礼致敬的 是人的智慧 神的威仪 还是大自然的伪力呢 吴歌窟全部建筑 用砂石砌成 石块之间没有灰浆 或者其他的粘合剂 仅仅是靠着石块表面 形状的规整以及本身的重量 彼此结合在一起 在这里你能看到时光攀爬的痕迹 大树吃掉了庙宇 古藤侵占了佛像 尤其是在母庙塔布隆寺 当地人称作蛇树的卡波克树 缠上梁柱探入石缝 国企灰浪攀上门窗 他们和庙宇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寺庙 也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寺庙 这座树与寺扭打在一起的角力 比赛时间是以世纪为单位的 至今也没有分出胜负 负责修复的法国人 保留下了这奇特的景观 作为吴歌寺庙群 被森林吞没的最好时政 这里后来成为电影 古墓丽影的外景地 从1908年起 法国远东学院对吴歌窟 展开了长期的清理工作 并用分析重建术复原吴歌窟 这项工作到了1970年代 因为柬埔寨政局动荡而停顿 上千名替法国人进行修复的工人 被红色高面处死 仅仅有两个人存活到内战结束 修复工作在1990年代 重新展开 这次在联合国的主持之下 全世界的古迹维修专家 对吴歌窟进行了认领 其中包括中国 到了2004年 吴歌古迹从宾威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 被除名 这标志着吴歌已经脱离了危险 关于吴歌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 比如说这里到底是国庙还是陵墓 这一点连考古专家也没有定论 世界所有的庙宇都是坐西朝东 但是只有吴歌窟大门朝西 印度教当中西面也代表着死亡 高明人也把吴歌窟称为藏庙 吴歌窟里神秘微笑的皮尸奴神像 到底是不是苏利耶巴摩二世国王本人 那高拳后唇的相貌实在是像透了高明人 为什么女王宫里的女王是所有微笑中唯一露齿的一朵 《真辣风土记》中记载 当时吴歌的四面佛 石师 桥梁 庙宇都是贴金的 是夸张还是属实呢 如果属实 金子如鸡又去哪了呢 这个极度繁华的王朝 以及这片人口百万的城池到底发生了什么 仅仅一场一族的侵略 怎么能够让整座城彻底被弃 被森林吞没 被世人遗忘呢 你可以尽情地苦苦思索 展开联想 可是吴歌悲笑不语 而时间递过一切大案 欢迎你来到素描时光 大家好 我是凡素 新的一年我们继续上路 2015年要去网的第一站是 柬埔寨 出发之前可能很多人对柬埔寨的了解 跟穿越杂志的记者黄婷婷类似 仅限于几个关键词 吴歌哭 高棉微笑 地雷 战乱 红色高棉和贿赂盛行 到了之后 黄婷婷说 贫困和落后是意料之中的 走在柬埔寨的街头 会产生一种穿越的错觉 以为自己回到了30年前 尚未城市化的中国 嘈杂混乱的交通状况 把蓝天滑得七零八落的电线 摆着黑白电视的破络小店 满街撒欢的小孩子 和无所事事的大人 最明显的区别大概是肤色吧 如果中国人是牛油曲奇 那么当地人就是巧克力曲奇 而拨开这一切日常的表象 拨开野蛮生长的原始森林 拨开雨季天空层层的金云和历史迷雾 你会看到 演艺高棉文明兴衰的墨具 从未落幕 建筑是宗教最宏伟 留存最久远的容器 这点在坚普寨优位的明显 当地人石神 木王 草民的说法 高度概括了宗教和世俗的等级秩序 在这片国土上 只有四奉天神的庙宇 可以用砖石材料 帝王大臣的居所 以木材构造 普通百姓 只能住在茅草大城的简陋小屋里 在现代化的今天 刚经水泥的民宅开始出现 但是似乎随时会被大风吹走的茅草高角屋 仍然是最常见的民宅 在略显颓败的民宅包围当中 通常会有一座体量巨大 装金是银的神庙 他们相互反衬 用一种近乎荒诞的戏剧张力 招视着宗教在这个国家 坚不可摧的精神地位 当你置身于吴歌建筑群的时候 更会被这种反差和宗教力量所震撼 在此之前呢 不妨前往仙丽市区 观看歌舞史诗吴歌的微笑 在声光殿特效和柬埔寨古典舞蹈的帮助之下 你会更加直观地了解 吴歌王朝的辉煌历史和宗教 在这片土地上施展的魔力 开车绕着吴歌城走一圈 正如简洁明了的平面图所示 这个方圆十平方公里的王城 是有一条护城河 五道城门 八戎寺 八方寺 皇后遗址 空中宫殿 赖王坛和豆像台构成的 但它远非这些宏伟建筑 简单叠加的结果 在空间和时间组成的坐标系中 这个建筑群 如同一个巨大而精密的立体迷宫 让人迷失于巨石和密林之中 迷失于文明和自然之中 也迷失于历史和现实之中 精雕细琢的石雕 无声地叙述着宗教故事 和吴歌王朝的传奇 肆意攀缘的藤蔓植物 则以猙獰狂的姿态 展示大自然的伟丽 身处这座迷宫 你能真切关照到自己的渺小 这里的一切都似乎在向你强调一个事实 你只是一个凡人 一个凡人 一个凡人 在没有游人叨扰的清晨 面对坟墓般安静的古老建筑群 僧侣们空灵的宋经声 从一些不可知的角落里传来 穿过密林和晨光 飘入耳内 这种身为凡人的感觉 变得更加的强烈 甚至会生出一个 自残形秽的疑问 自己何德何能 有幸窥见神迹呢 黄婷婷在得出这番感慨之后 她说 奇迹的源头 要从公元802年追溯起 那年 蛇耶巴摩二世 结束了爪哇夏莲特拉王朝 对真辣的侵占 在荔枝山开创了吴歌王朝 并且奠定了神王崇拜的基础 这个新生的王朝 在与战婆几番博弈苦斗之后 最终光复国家 在1181年建都吴歌通城 九世纪到十三世纪 无疑是高绵文化最光辉的时期 彼时 吴歌盛行师婆崇拜 皮师奴崇拜和佛教 但是无论如何 国王永远是他所崇拜的天神 或者菩萨的化身 在这种崇拜的激励之下 吴歌王朝先后二十五位国王 一方面开疆阔土 另外一方面 在吴歌地区开创了 令人惊叹的建筑和文明奇观 神王合一 是吴歌王朝所有文化的基础 也是解读寺庙建筑 雕刻艺术 甚至仪式空间的哲学背景 在留存下来的数百座宗教建筑中 最为世人注目的 无疑是八荣寺内四十九座 巨大的四面石佛 高绵微笑 作为柬埔寨典型的宗教建筑 巴荣寺方方正正 有着严谨的规矩秩序 以五层坛城的形式向中心提升 越往上 阶梯越陡直 为了一窥天神的面容 你必须五体投地 手脚并用地攀爬而上 稍有分心或者游移 便会头晕目眩 不能自持 这便是吴歌宗教建筑的智慧之处 他利用物理空间的变换 呈现出心灵朝圣的过程 通过信徒自己的身体 去理解信仰的真谛 只有在高度精进专一的状态下 勇敢坚毅地攀爬向上 人类才能体会到信仰的崇高 和力量 敬畏地攀爬之后 那些经历了八百多年风雨 和战火洗礼的四面佛 在阶梯尽头朝你展露出 似笑非笑的神秘表情 它们有着典型的高绵面孔 低垂和顺的眼眉 肩挺宽阔的鼻管 和饱满的嘴唇 表情却有着各自微妙的含义 有的闭目忧郁 有的开言大喜 有的微扬嘴角浅向 有的宁神思索 安详中透着几分疑惑 在信仰的浸润中 高明人民经历了 无与伦比的辉煌 也经历了甘苦自知的战乱苦难 寒衣不明的羞涩微笑 已经如同面具 附着在每个国民身上 和四面佛巨大的神秘微笑不同 它们的笑似乎由自怜 与自尊而生 善意 克制 戴着防备心 它们独特的幽默感 都隐藏在微笑的面具之后 即便是所惠未遂的海关人员 也会向你亮出 招牌时的羞涩笑脸 再配上滑稽搞怪的肢体语言 让你怨念顿笑 苦中作乐 隐忍生存 随遇而安 似乎微笑 是当地人信仰的纹身 也是艰难时事中的 生存之道 生存之道 欧巧 文字幕 李宗盛 NAT LIF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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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错时间和空间 让每一段故事沉淀 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 用文化的笔触 勾用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 打开这本声音杂志 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到素描时光 我是凡素 我们继续停留在剑谱寨 在吴歌的信仰和文化中 影响最深远的是 印度教的宇宙观 宇宙初创 众神居住的虚弥山 从水的混沌中浮现 吴歌城和吴歌寺 便以此为原形 使巨石神域 从环城河中缓缓升起 搅动如海 这是印度教最重要的创世神话 它一再出现在吴歌的建筑中 化身为乔兰 门楣和浮雕 吴歌寺东面的回廊浮雕 以非常图案式的秩序 表现这段神话 天神和魔鬼 为了争夺 获得永生的甘露 以巨蛇为绳索 在如海中拔河 浮雕左侧 是88位有魔力的阿修罗 右侧则是92位善神 皮诗奴 师婆 大梵天 和侯王哈努曼 神情各异的观战 海中翻腾着鱼 蛇 鳄鱼等生物 上方跳跃出浪花生成的飞天女神 人世间的生命由此诞生 印度教观看人性的种种变异 因此吴歌寺的回廊浮雕 交错着神话故事和人间历史 对当地信奉印度教的人们来说 人与神的故事似乎没有差别 人世间纷争不断 天神的世界也一样 征战不休 无论是天神的战争还是人间的战争 到了最后似乎都不需要原因了 仅仅因为人性中天然存在着残暴的因子 也许是为了压制这股狂潮 吴歌王朝开始盛行平和宁静的佛教 于是印度神话中威吓称怒的面孔和佛陀安详的面容身姿一同出现在吴歌的建筑中 这一切像极了潘多拉磨合的故事 在佛陀出手 关上磨合 给高明人民留下平和的希望之前 疾病 疯癫 灾难 罪恶 嫉妒 偷窃 贪婪 等各种各样的祸害纷纷飞出磨合 散落反间 吴歌古迹布满弹孔和火烧痕迹的门楣和墙壁 头颅不知所踪的佛像 被恶意抹煞的精美浮雕 无不映射着人类的暴力和贪婪 以1594年 先罗控制柬埔寨为界 高明民族从此坠入了暗黑系 长时间沦为泰国和越南的玩物 急而被法国和日本相继入侵占领 1953年获得独立之后 这个国家很快又陷入长达30多年的内乱 在吴歌古迹群以东的40公里 有一处被誉为吴歌前身的巨大废墟 崩密烈 这里曾经是显赫的宗教中心 也是存放经书的宝库 崩密烈周边地区 作为红色高棉争夺权力的最后基地 曾经布满地雷 直到2007年 景区周边的地雷 才被彻底排查 这正是崩密烈沉睡至今 得以保存原始面貌的重要原因 地雷保全了崩密烈睡美人的姿态 也葬送了无数平民百姓的健康 日常生活甚至生命 数十年的战乱过程中 柬埔寨各派力量受国外支持 使得从前苏联 美国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中国 以及欧洲等国家 流入的地雷遍布整个国境 地雷数量甚至超过了全国人口 如今 高明人并不愿意多谈和地雷关系 最为密切的红色高棉 对那段血腥残暴的统治 他们更愿意用四个 毫无感情色彩的精确数字来代替 3820 历史三年八个月 二十天 柬埔寨的一个由联合国支持的战争罪 特别法庭裁决 红色高棉的主要监狱长 因为犯下堪称人类历史记录中 最为恶劣的罪行 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这项裁决加重了原审法院此前做出的 19年有期徒刑的裁决 乍一看呢 如今的柬埔寨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很相似 求稳定 求开放 求繁荣 求富裕 一言必知 就是三个字 要有钱 尽管目前柬埔寨依旧是传统的农业国家 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苹果人口呢 也占了总人口的近三成 但是由于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市场经济相当自由 美元全境通用 越来越多国家的资金 开始流入柬埔寨的农业 旅游业和加工业 最近两年开始呢 来自中国的资金和管理人员也增长迅猛 在旅游业和经济最发达的先例省 各国资金在省会先例室内 建设了十多家五星级的酒店 市区内专供游客消费的洋人街周边一派繁荣 物价水平和中国的一线城是相当 而在首都金边 欧美和日韩出产的名车满街跑 河畔的洋人街也是人气非常旺 但是只要踏足稍微偏僻一点的省份 你就会发现一切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好 从仙丽市区到崩密链数小时的车程当中 沿途所见的吊脚屋越来越紧了 人们身上的布料也明显越来越少 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 在柬埔寨打平多年的一位华人企业家说 眼下正是这个国家经济起步的重要阶段 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虽然现在柬埔寨的贪污腐败现象 已经向血液中的毒素渗入各个行业 但是相较于中国 这个国家的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得多 钱能解决的问题便不是问题 而在面对钱的问题 高明人往往会表现出两种极端 又费尽心思不惜以身试法捞钱的 也有质朴至极的 穿越的摄影师在金边的时候 不小心把钱包落在了一间银行 几个小时之后回到银行门口 保安认出了他 二话不说 主动把分文位少的钱包送上 极电是在民风彪悍的东北地区 酒店的服务生也不会主动索去小费 遇上没有小费的时候 他们会悄然的离开 只要拿到小费 不管是多是少 他们总会轻声说一句 Thanks 以更热情周到的服务表示谢意 柬埔寨很穷 日益发达的旅游业仍然不足以带动 整个国家腾飞 但是坚强乐观的人民是最宝贵的财富 因为他们 这个国家复杂而阴郁的一面变得模糊 东南亚特有的美好和淳朴 变得更为的迷人 高明人特有的坚韧和希望 是这个终于迎来迟到和平的民族 已经缓缓地迈出了多元化发展的第一步 好 我们稍微休息 等会跟你说两个柬埔寨的中国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来素描时光 我是范素 穿越杂志的记者吴奇 去柬埔寨的目的呢 是寻找和中国有关的故事 汽车行驶在中国人援舰的路上 大雨滂沱 泥坑满地 这颠簸的速度提醒他们 在这个离革命很远的时代 有更多的方式 可以把这两个国家联系起来 比如 在柬埔寨 拥有一片农场的中国商人 被歌舞团派来的杂技演员 曾经逃难去越南的华人家庭 有的刚来几年 有的已经生期几代了 1980年出生的苏玛拉加 是能说自证腔圆普通话的 柬埔寨高棉族男生 几年前参加过一次 中文导游大赛 从600多名选手中 成功了进入全国前十 从此成为接待外宾的人选 多次为高官担任导游 他其实并没有中国血统 最初的中文老师呢 是村里的一位华人老太太 老太太是红色高明的幸存者 在那段残酷的岁里 闭嘴是他自保的方式 那时候说中文的人 极易被当作有钱人 或者知识分子 送进监牢甚至地狱 直到20年之后 所有人的生活重新开始 老太太才开口说话 开始教人中文 小苏似乎很早就懂得 语言改变命运 高中时在餐厅打工 一有富裕的钱 就会用来补课学英文 不像两个游手好闲的哥哥 初中没毕业 整天拿妈妈的钱 出去喝酒和人打架 他们家一共有12个兄弟姐妹 这种大家庭 在柬埔寨算是普遍 但是经历过战乱 往往很难团圆 2000年 一个东北医生 来到新里开诊所 小苏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帮医生做翻译 最初她的薪水只有50美金 然后涨到80200 一干就是五年多 她说我跟赵老板 不是赵本山 经常聊天 没事就喝点二锅头 吃点花生米 在她准备换工作的时候 医院拦了一位女病人 害了伤寒 住院一个礼拜 两人说话很投机 开始约会了 高明族的小伙 找到一位华人女朋友 算是一桩美事 小苏也觉得很骄傲 她说柬埔寨有一句话 只要她是我的老婆 不管怎么样都会见您 这就是缘分 最后她把翻译的工作 让给女朋友 自己去了中国人 开的旅行社打工 导游是柬埔寨的 好工作之一 只有本国人才能考证 需要高中毕业 还要有基本的英文能力 尤其是在 吴歌窟的所在地先例 90%的居民 都以旅游业为生 五星级酒店的 普通职员工资 仅仅是有一两百美金 而导游拿到五六百美金 不成问题 但是由于索惠成风 常常要委托中介疏通关系 没有两千美金 很难拿下 遇到黑中介的 还有可能被骗钱 但是小苏没有找中介 她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 只是花两百美金 去上了五个月的课程 她妈妈去请老和尚算命 对方说 你家孩子有福气 当上导游后的小苏 依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 每天带团 早出版规 晚上回来继续复习 她说 我中文没问题 但是知识面还不够 她是个非常勤奋的年轻人 和多数安于天命的 高明人不同 她懂得上进 愿意付出 相信现实的哲学 她说 人往高处走 因为工作需要 她时常带客人进出五个窟 讲述柬埔寨历史上 最辉煌的段落 这让她对于自己的文化 和传统相当的虔诚 有的时候呢 游客在庙宇的废墟 做出不当的举动 她无力阻拦 只好双手合十 向神灵之前 她说 当地人都比较穷 但身为一个高明人 骄傲的来源 就是伟大的祖先 让世界认识 柬埔寨这样一个小国家 六十八岁的老母亲 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每逢初一十五呢 都会去给和尚送礼 跟着念经 打坐 寻找觉悟之路 年轻人不那么循规蹈矩 但至少会支持父母的信仰 开着摩托车 送母亲去庙里 她觉得也是一桩善事 佛教是柬埔寨的国教 国立学校里 每天升旗 降旗 校长都会先带着孩子们 念一遍佛经 每个省会城市 都有宗教广播台 有城里的有钱人赞助 和尚念经 提供宗教咨询 这些都塑造了 柬埔寨人的性格 温和 老实 善良 外国人在酒吧街 彻夜狂欢 他们依然保持着 早睡早起的作息 顶多去本地的啤酒花园 也会吵闹 也会打架 但是未必 会因为外国人多了 就改变自己 不过呢 小苏也干过一件 离经叛道的事情 在自有恋爱 尚未普及的柬埔寨 上演了一出 未婚先韵 他说那段时间 很头痛啊 工作这边不能带团 老婆在家没人照顾 租了一个房子 家长都不知道 他接生那天呢 我一直在儿童医院 等消息 出来之后呢 掉了眼泪 觉得自己不应该怎么做 小苏的老婆 产后三天就出了院 小苏也很快开始工作 赚钱买奶粉 五六个月之后 实在瞒不住 才正式结婚 他们编了一个故事 说小孩是别人 遗弃在医院 有他们好心收养的 可是孩子长得太像他了 丈母娘 也许早就心智肚明 第二个小孩出生以后 小苏夫妻 已经小有积蓄 不愁吃穿 不仅能给双方家里 寄钱还开始 为自己的小家买地 晚上闲时 他就骑着摩托车 带家人兜风 吃一点鸭仔蛋 喝点果汁 过得还是相当的有味道 在柬埔寨的街边 记者们见到 许多的吊床摇晃着 大人小孩憨然入眠 小苏说那是发呆床 农民农闲 城里人没事的时候 都乐得躺在里面发呆 他觉得这有点浪费时间 他在为两个儿子 制定的教育计划中 早上是英语班 下午是高明语的幼儿园 中文就在家里学 这有点像他自己的童年 他说教育是人的出路 尤其是在柬埔寨 必须得学会中文 穿越记者到访了十天之后 气好围墙 请和尚做一场法事 小苏的新家完工了 在离母亲家一百米的距离 他买了一百八十平米的地 盖了一间八十平米的台屋 我们知道呢 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最大的港口 有全国最好的沙滩 有一座岛呢 还被俄罗斯老板租下 准备开发成娱乐城 已经架上了跨海大桥 租期是99年 在桥的这边有一家海鲜餐厅 是附近唯一使用中国厨师的饭馆 开店已经12年 这里生意兴隆 顾客以华人为主 华人很会赚钱 也很会享受 而柬埔寨人认为 海鲜肉少又贵 白天在那做主的是一位 67岁的于翠平老太太 拱着腰 但是剑步如飞 她能够讲柬埔寨语 中文和越南语 随时切换频道 招呼不同的客人 20世纪60年代 她曾作为翻译 接待过前来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 90年代 她当过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翻译 晚上 她的女儿从银行下班 从市区赶回店里 负起女主人的责任 她同样掌握这几门语言 但是普通话发音不如妈妈 她出生在越南 1975年 红色高棉占领金边 消息灵通的本地人迅速逃散 其中也包括于翠平一家 她的祖父从东莞迁移至此 家境不错 还雇了来自越南的佣人和厨师 这是她会讲越南语的原因 家里八个兄弟姐妹在那时候跑散 如今有六个人留在美国 因为会讲越南语 于翠平跟着越南人混过了边境 后来她在难民营找的父母 病魔很快让他们分离 于翠平说生活不成问题 就是苦一点而已 只要安分守己 不偷不抢就没什么 在越南十年的难民生活 被她一笔带过 她总是说 不管那些国家大事 到处都是生活 保存自己就好 去到那里就是求安 能够活下来就是幸福 她回忆到在她读书的时候 老师会讲毛泽东思想 国际主义精神 她说周总理和西哈努克的关系 非常好 受到他们的影响 我们都有一颗爱国的心 但是眼看周围的人 奔去革命的中心 都死在了战场 红色高棉的骑鹿 仿佛一场噩梦 在生命和历史狭路相逢的时刻 语言是最好的通行证 因为能讲越南语 它在越南排华时期 也没有受到影响 1985年 柬埔寨边境重新开放 于翠平选择回国 这个时候 原来的土地和房子都不复存在 一切档案也激进湮灭 大家都是两手空空 她只能通过语言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她想官员陈述自己 出生于何时何地 籍贯在哪儿 亲戚是谁 重新成为一个柬埔寨人 回国之后 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中文老师 丈夫先是出海打鱼 后来上岸从事电器维修 来到西港投奔亲戚 这个小康之家 开始缓慢地重建 于翠平的儿子不幸早逝 只有一个独生女在身边 女儿很争气 毕业于金边财经大学管理系 在银行工作了17年 已经是联合银行 西港分行的行长 她说 我不希望她搞政治 希望她从商 我们晓得自己是什么身份 母亲用语言保命 女儿用语言立业 正是因为精通多门语言 于翠平的女儿得到了老板的信任 老板把餐厅所在的这块土地 委托给她管理 让她自负盈亏 如今餐厅的收入 已经是她工作的三倍 因为工作太忙 她也只要了一个女儿 现在四岁了 于翠平说 我们都太平凡了 不值得一提 她说 在柬埔寨很容易讨生活 没什么压力 这里空气很好 人口也少 吃的新鲜 没有天灾 下大雨不会涨水 连台风都没有 周围都是岛 以后也不想再去别的地方了 好 这是于翠平老太太描述的柬埔寨 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呢 如果你有去柬埔寨的打算 那最后一件呢 我要向各位推荐几个必须的地方 和几本你或许可以提前看看的书 电影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到素描时光 我是凡素 如果想要去柬埔寨旅游的话呢 最佳的时段应该是每年的12月到4年的1月份 因为那个时候呢 潮湿度和温度都比较低 而且降雨量比较少 因为柬埔寨只有两个季节 5到10月份是雨季 11月到4月呢 是旱季 如果你想避堪旅游高峰期 选择雨季拜访也没关系 有几个地方呢 是推荐必去的 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崩密列 那这是小吴歌窟市的寺庙 曾经是皇家图书馆 藏有大量的经书 你可以看到吴歌窟被发现前在丛林当中沉睡的模样 但是很可惜啊 因为保护不力 崩密列的很多的雕塑呢 现在已经被盗走了 第二个推荐的地方呢 叫做洞里萨湖 又称为金边湖 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 也是湄公河的蓄水湖 位于中南半岛东南部 柬埔寨的西部 湖滨平原和柬埔寨河三角洲 一起组成了柬埔寨中部大平原 是柬埔寨重要的农业区和稻米的产地 相传 洞里萨湖底呢 有一条七头蛇神 有一天 蛇神的女儿即将嫁给印度王子 于是呢 这蛇神便张开大嘴 把大部分的湖水吸进肚子里 很快就变出了一大片肥沃的土地 作为女儿的嫁妆 据说因为有蛇神助手 洞里萨湖的汉语两际变化 才会如此的明显 那还有必去的地方呢 就是吴歌城了 整个城市呢 有五道城门 除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各开有城门之外 在东门的北面 还开了一座胜利之门 城门都是塔形的结构 每个塔身上呢 都有面向四方的四面佛像 以慈悲的眼神 检阅着每一个进入城门的人 城墙外呢 就是护城河 城门外呢 各有一座桥 连接城里城外 每座桥采用印度教的神话故事 两边各有27尊 2.5米高的贵座 石雕半身像排成一列 一边象征神灵 一边象征着恶魔 双方进行激烈的决力 好 这是我推荐的三个壁区的地方 吴歌城 洞里萨胡 和崩密烈 那么有三本书 也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有一本叫做高棉叙事的英文书 是耶鲁大学出的 耶鲁大学呢 有一项持续多年的研究课题 就是柬埔寨大屠杀 极力挖掘和厘清 1975年到1979年 布尔布特在柬埔寨执政之后 开启的极左历史 现在呢 关于这项研究的成果 已经相当的丰硕 那么这本书呢 就是其中的极大成人之作 已经再版了三次 在柬埔寨的机场 这类英文书 书记摆得满满荡荡 包括历史专注 人物传记或者图籍 好像这个国家 并不避讳 对外展示这道伤疤 包括耶鲁大学 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 都在试图保存 这段集体的记忆 并且把它作为 全球性的教训 对于学术研究和媒体来说 这样极端的历史事件 是涌动机一般的选题热点 但是对于经过苦难的 当地人来说 很多人宁愿忘记 在他们眼中 执政八年的首相洪森 尽管有功有过 但是光是结束 红色高棉这项政绩 就足以让民众感恩戴德 好 第二本书呢 叫做柬埔寨五月盛放 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 一本中文书 这是刚才我介绍的 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柬埔寨导游 小苏推荐的 他呢对中国的时事政治 和吴歌王朝的历史 都有一定的了解 那在众多有关吴歌的中文出版物当中呢 他挑选了这一本 应该算是比较高的肯定了 那在书籍方面 还有一本叫做 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 是商务艺术馆出版的 英国历史学家霍尔所著的东南亚史是这领域的钢顶之作 早年也是被商务艺术馆翻译成中文 分成两册出版 如今在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 而在霍尔的书中 他曾经极力推荐过另外一本书 就是这位法国东方学家塞代斯所写的 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 这是在世界历史研究的范畴中 第一次把东南亚地区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著 作者在东南亚地区度过了三十多年 专门从事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 进述了自公元初年至151年 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为止的东南亚历史 考察了东南亚各国受印度文明影响 这一突出的特征 尽管作为殖民宗主国的法国名声不佳 但是塞代斯能够留下如此扎实的识笔 已经属于万幸了 这是了解东南亚古代史的不可不读的著作 好 说完了书籍 紧接着我们看看在出发之前 有没有关于柬埔寨的电影 也可以在家里先观赏观赏 那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做 《盗天里的人们》 简国故事 它的导演叫做潘里德 那其实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电影 被关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特殊的历史 而并不是电影作品本身 那像这部《盗天里的人们》也不例外 因为它的传递名字叫做柬埔寨 电影的内核呢 是一个农村家庭的悲剧故事 放在眼下中国的电视影评 可能我们并不会觉得它非常戏剧化 它的剧情大概是这样子的 女人被蛇咬了 一段时间呢不能参与农活 她丈夫呢又被竹签插伤了腿 虽然心急如焚 可是呢也照顾不了天津地头 等到女人完全支撑起 这个大家庭的时候 男人却在盗谷熟透前死了 后来女人疯了 被村里压尽起来 懂事的大女儿担当起了一切的责任 还有一部电影呢叫做《杀戮之地》 是一部美国片子 堆处在世界经济链条末端的柬埔寨而言 电影呢显然是一桩奢侈的生意 想要进入大荧幕的光影奇观 首先呢都要借助西方人的试点和目光 这个呢其实也跟中国的情况类似 就是19世纪末摄影进入中国的时候 主要的历史影像记录都是由外国人操刀 尤其是在处理红色高棉这样的敏感 而又酷烈的题材的时候 也许让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 进行占地采访是再好不过的桥段 而且呢同时要服役一个柬埔寨人做翻译 两个人一起经历战火 见证红色高棉的血腥残暴 爬过满市尸骨的道路和河流 这当然让远在现场之外的观众 能够通过生动的影像 理解柬埔寨的痛苦 但是呢这部电影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呢 在戏剧化的情节之下 潜藏呢还是一股有隔膜的情感 影片的结局呢 是让翻译和美国的朋友 在难民重逢 从此投入了美利坚的怀抱 有人觉得这似乎是一种 太简便的处理方式 好 最后要推进了一部电影呢 叫做《无歌的阴影》 大家可能非常熟悉 关于他的导演和主演的名字 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西哈努克 我们知道呢 西哈努克是柬埔寨的老国王 他在中国呢是居住了很多年 最后去世的时候呢 都是在北京 那其实我们别以为只有普京 奥巴马之类的大国领袖 喜欢秀肌肉当营地啊 其实柬埔寨的老国王 西哈努克才是正牌的演员 他的生平有两件其事 第一个呢就是持续见证柬埔寨 一个世纪以来的风云际遇 经历过登基 政变 荣华与流亡 第二个呢是在汹涌的历史大潮当中 保持自己的小情调 比如说拍电影 他倾注了大量的时间 亲自指导并且担纲电影 很多影片的情节 索性直接取自于 他自己经历的戏剧化的人生 比如说在这一部 《无歌》的阴影当中 柬埔寨亲王担任反间谍工作 与阴谋发动政变的 国内外反动势力 斗智斗勇 充分展现了过人的政治能力 捍卫了手中的权力 堪称是他波兰一生的 微缩景观 可惜了这部影片的 这个质量比较的粗糙 那要不然呢 甚至可以把它拿来 和这个喜欢画画的 皇帝宋徽宗 或者是风流潇洒提堂的 肯尼迪 来比较比较 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就去看一看 或者翻一翻 我刚才提到的 几本书和电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素描时光的内容 如果你打算去柬埔寨的话 祝你旅途愉快 如果你已经去过了 欢迎你跟我分享 你在柬埔寨的旅行见闻 最后呢 我有几句关于节目播出时间 调整的信息要告诉大家 素描时光从2015年1月开始 将会由周波改成双周波 先会在凤凰U Radio综合台 周六周日晚上9点钟播出 之后到了工作日 就会更新到APP上面 那可能你要问我 为什么要改变播出频率 我只好说 是为了保证节目质量 因为我发现在 数量和质量 我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 选择质量 我希望我能够持续的生产 值得人收藏 反复聆听的精品 那不敢说我过去的105期节目里面 每期都有做到 但是至少我一直怀抱着 这样的目标和理念 我想打造有手工质感的电台节目 但是我必须面对现实 因为其实这个节目 从开播到现在为止 两年多了 那一直以来呢 就是我以一人之力在完成 从策划到选材 到编稿到配乐 到剪辑甚至上传 有的时候呢 还要外出采访 一个人做有一个人做的好处 就是我非常自由 我可以完全由着自己的兴趣和喜好 去决定我的选题 内容音乐呈现方式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 工作量确实非常的大 经常有很吃力很艰难的感觉 如果你对我有一些了解的话 可能也知道 因为我还在兼顾着另外一档 周一到周五日播的评论节目 叫做三地化新闻 我发现三地我必须投注的时间 越来越多 所以呢 现在兼顾起来 就显得更加的艰难 我想现在一年 我需要调整节奏 也想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 去阅读 思考 沉淀 积累 放心这绝对不是说 我要放弃素描时光 那关于素描呢 其实我还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计划都没有实现 我希望未来我能有不同的方式 能在更多的地方 更远的时间里面和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是一场长跑 我现在才起步 前面的路还非常长 只是我现在此刻 我希望我的步子 能够更加稳健一些 我也希望能够获得你的理解 甚至亮节 不论如何 谢谢你的收听 不管你是新朋友 还是老听众 希望未来继续有你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一颗呀一颗种子 是我心里的梦田 每个人心里的梦田 每个人心里的梦田 一颗呀一颗种子 是我心里的梦田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它种一种春风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它种一种春风 开尽梨花春又来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它种一种春风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它来种一种春风 开尽里花 春又难 那是我心里一幕一幕天 那是我心里一个 无心的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